旅行 旅行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出走 因為香港來說也是很大壓力的地方 你的生活或創作都是要趕期限 所以每一次我去旅行或住樓的時候 都是跟普通香港人一樣 去另一個地方可以休息一下 我們去旅行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追查點 是很有目的性的 但當我們去住樓的時候 我們的目的就簡單很多了 就是因為創作 所以很多時候就可以探望一下真正的地方 究竟那個地方的性格是怎樣 居住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是一個休息 就是逼自己去另一個新的地方 再更加去專心做自己創作 每一次回來的時候 那個落差感是會很大的 歐洲的地方很大 然後回來我家 其實只有200呎都未必有的地方 這個的衝擊和的經驗 其實對於我來說都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如果是太習慣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會少了一些衝擊 一些新的靈感 所以每一次回來的時候 我都會做一批新的作品 我的作品其實一直都是跟人和自然之間的關系 就好像已經單後為例 以前人和自然很密集 就是因為那個海是很厲害 人是沒辦法去大過去的時候 他就透過神社敬仰敬拜 去希望那個海比較平靜 但是當我們城市人去了解日本海的時候 就會少了這件事 因為我們不再需要出海 我們就會多了一個隔膜 這一個就是這一兩年的作品裡面 我一直想表達的一個信息 這次的展覽 其實是關於京丹後駐留學的延伸 在京丹後的時候 我們在一個已經荒廢的小學做了一個展覽 我們倆覺得這一次的經驗 是很好作為一個延伸性的展覽 其中一件作品是關於地圖 他們小學的地圖黑板 其實那個表形式其實是很抽象的 它純粹是用線來表達火車站的路軌 其實這件事對於我來說 就是人和人之間的一個聯繫 就是我把我的記憶我分享給你 所以我就把這個那麼抽象式的經驗 去做一個地圖的作品 過往我都沒試過這樣一起合作 去拍照的 我做緩話多的 但我會嘗試一下 怎樣用影相的角度去了解這個地方 他又嘗試用緩話的角度 怎樣去理解這個地方 所以其中一件作品 我就是問Samson 拿了四張關於日本海的一個系列的作品 我會在上面緩話做一些裝置的東西 將我們兩個對於日本海的印象 通常就重疊在一起 因為日本他們有很多用竹去做的玩具 而那些玩具通常都是一些Burkko 那些掌聲其實不是我熟悉的掌聲 或者我聽的那些玩具不是香港的閃聲 他做出來的玩具 對於他們來說是很熟悉的 他才會覺得這個聲音是對的 所以我就開始去不同地方的時候 會去這些玩具的店 去買這些會發出動物聲音的玩具回來 現在就有大概三十多件 在這次展覽中 其實我都會去展示這些玩具 都是另一個角度告訴觀眾 其實我們是可以用其他方式去了解這個城市 你可以用來看看